生活要回归像往日的模样 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现在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振兴经济 政府原定是要发五倍券 政院在经过跟民进党的立委沟通之后决定 不用让民众付一千块了 直接发五千元的振兴券 那不少人认为说 这跟十二年前的消费券一样的意思 虽然是还马英九公道了吗 那前总统马英九说了 其实还他公道不重要 要让民众有公道 所以一定要对阵下药 针对真正需要的民众 纾困了才有意义 所以还是应该发现金比较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说要还我公道 如果还马英九公道不重要 要让民众有公道 虽然现在已经不用付一千元了 但是马前总统继续重申 现在是服务业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所以希望可以发现金 马办也发出了声明 消极会公布的问卷 有高达九成的民众赞成是发现金的 而且疫情还没有停止 为了避免领券造成群聚增加风险 希望政府可以体察民意 发现金方式来代替五倍券